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三国时代的三大霸鲁中,刘备的家庭出身最为贫寒 在极端重视门伐十家的汉末,这是一个天然的烈士 导致在号召力和影响力上大打折扣 刘备之所以整天嚷嚷着自己是中山净王之后 实际也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这一短板 不过刘备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对人才的鉴别和任用上 刘备明显具有深通用人之道的专家级水准 但刘备一生不肯重用赵云,却引来很多非议 正史中赵云在蜀国的官职、地位与发展历程 与三国演义中的赵云远不可同日而语 演义中的赵云武艺高强,力敌万夫,甚得刘备重用 是与关羽、张飞并列的蜀国栋梁 在真实历史中,赵云在蜀国的发展可谓坎坷顿 地位不高,与关羽、张飞等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 赵云与刘备很早就相识 自公元200年就开始跟随刘备 一生为蜀汉效力30年左右,是蜀汉老资格将领第一 但刘备对赵云的态度却非常耐人寻味 赵云的官职升迁简直比蜗牛还慢 势必之战前,赵云长期担任衙门将军、天将军 一干就是十多年 延安19年214年,刘备占领一周后 才封赵云为宇军将军 赵云也很少有独当一面的作战机会 中央战役中很少被为以重任 此后刘备称汉中王,又在成都开国称帝 大肆封赏功臣 赐诸葛亮、法政、张飞及关羽 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 仅千匹,道云则啥也没有 关羽被奉为前将军 张飞陆续被奉为右将军 科企将军、西湘侯 黄中被奉为后将军、关内侯 当投降蜀国七年的马超 更是晋升为票旗将军、武臣之首 还被奉为离乡侯 赵云还是啥也没有 刘备为何对赵云如此凉薄 为什么不肯重用他 击鼓之战给出了答案 建兴六年二二八年 诸葛亮统领步骑二十万众 浩浩荡荡北伐曹魏 战前诸葛亮定下三路出兵之际 赵云带领一路人马 由邪谷岛进军 占领击鼓 阳攻关中重镇长安 以此吸引曹魏主力部队 诸葛亮自领一路骑骑骑山堡 马素带领一路人马守护诸葛亮侧翼 曹魏在关中存注重兵 因此赵云一路必须切实起到作用 吸引住卫军主力 诸葛亮才有机会得手 但令人遗憾的是 赵云最终未能完成使命 出现重大失误 曹魏方面派出大将曹真迎战赵云 按常理而言 赵云这一路要想完成阳攻 和吸引敌方主力的任务 必须以弱势强 虚张声势 以弓为首 让敌方不敢掉以轻心 但从历史记载来看 赵云表现的无所作为 并未给敌方造成任何压力 结果被对方主将曹真看破虚实 发起迅猛进攻 赵云倾刻间 兵败如山倒 阳攻已吸引敌方主力的任务 彻底失败 由此看来 赵云的军事才能确实有限 所以刘备才会不敢对他为以重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赵云的军事才能确实有限